成姓男子因汉父亲口角,奋而出手殴打至亲,两人双双被带回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,不料成在未完成程序就想离去,被林姓律姓远景拦下,他竟涉嫌在派出所门口怒骂五字经,口出纳税钱给你们这些智障等恶言,当场被依防害公务罪逮捕,高雄地院判拘役50日,一颗罚金5万元,可上诉。 判决指出,27岁成姓男子去年5月下午在家中与父亲口角,徒手殴伤父亲左眉毛处,警方获报将两人带回小港派出所了解案情,但成不想等警方制作笔录要离去,被林旅行远景拦下,成不爽就在派出所前方道路脏话,涉嫌公然侮辱远景。 陈入景的话语除物五字经,包括一群XX的白吃白喝的米虫,我讲的就是你啦,XXX,那谁请给你们这些智障? 不过事后,成父没追究伤害罪嫌,远景也没令告妨害民喻,以妨害公务罪将成移送法办,成也都坦诚犯刑。 检方认为是证明确生请简易判决,高雄地院法官认为成默示国家公权力之刑,审着他高职一夜等状况,依侮辱公务员罪判刑,称性男子在派出所门口道路涉嫌骂五次经等入景话语,高雄地院依侮辱公务员罪判今五十日,一颗罚金五万元,可上诉。 联合报器资料照片分享。